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編 那最近一陣子比較忙一點就很久沒有來跟大家來講一下最近 盤幅新推出的這個活動副本 那沒有意外的話這個活動副本會在活動之後就會刪除 那什麼時候會出來不知道 那新的地圖呢 它其實在以前的話它叫做 遺忘之島 那新的活動它把它尋名叫做隱藏之島 那不管如何 因為地圖名稱可以隨時隨著活動去調整 那當然這塊地圖如果當作是一個活動用途的話 那可能表示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可能是它的地圖容納不了太多人 或者是它的地圖太小張 那或者是說它的地形是一些特性 然後不大適合拿來做成長時間的這個副本地圖 當然這是我自己的推測啦 因為相較於其他的地圖 其他副本地圖來說 那個隱藏之島的大小算是比較小的 那這次的活動呢很簡單就是一樣在這個副本的地方 還有這個隱藏之島的選項 那傳送進去要花一萬塊 那它的等級限制呢 是60左右吧 小編 這邊好像自己把它忘掉 那每天可以進去的時間是兩個小時 那我已經進去一個小時了 現在還有48分鐘 那這張地圖進去呢 它主要就是打材料 這個叫做黑色的粉末 還有這個是一個製作書 黑色的這個製作書 那它主要就是打這兩個東西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直接來把它飛進去 來讓大家看一下隱藏之島裡面多了哪些東西 那剛才這張黑色的這個秘籍啊 它叫做匠師的製作秘籍 它叫匠師的製作秘籍 台版會怎麼翻不知道 我們是直接照著韓文這樣子 來翻譯的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翻譯名稱不重要 沒關係 到時候以台版的話 再以官方的為主就好了 好那我們現在 來到這個隱藏之島 然後可以看到呢 島上的這些怪物啊 都是雅丁大陸常見的啊 就是比如說鱷魚啊 這個是隱藏之島鱷魚 隱藏之島的哈維 隱藏之島的鼠人 還有蟹人 以及龍龜 好那 呃 可以簡單來把這些怪 做個簡單的分析啊 呃 如果是要以屬性來說的話 這裡的怪其實是沒有特別的屬性 那你要拿什麼武器來打 都OK 只要打得到 打得痛 就可以了 那 這些地方啊 因為他的 怪物啊 都會有這個硬皮的怪 像龍龜 他就是硬皮的 好那而且 龍龜在這邊的數量 其實還算是 蠻 蠻常見的 應該蠻多的 好所以如果說 騎士啊 近戰的玩家 近戰的角色 要進來打的話呢 一定要裝這個 不壞的武器 譬如說 黑焰 或者是大麻 或者是拿 呃 寒褲之毛 或者是魔杖之類的武器 好 這樣子來打的話 就不會有損壞的問題 那這個島上啊 他全區都是安全區域 好 他全部都是安全區域 所以 你可以在這邊自由的練功 啊 不會被人家打擾 那這個場地 剛才如果有看到我按的瞬卷就知道 他是可以瞬移的 他整個島上的 這個地圖都是可以自由去移動的 那在這個島上的 打的怪物呢 呃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剛才那兩樣 那打的最多的 就是黑色粉末 那黑色粉末呢 稍後我們會來做一個介紹 我會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黑色粉末的用途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來簡單講一下這個怪物 你可以看一下喔 你這個地圖的來說啊 像小編現在拿的是 加九的這個 風屬性一階的大馬 你可以看一下喔 我現在打怪其實是非常的 吃力喔 相較於你在外面看到的這個怪物 我大概實測了一下 他這邊的怪物的強度啊 以攻擊刀數來看的話 有些怪物的怪物 我大概是 一般這個 雅丁大陸上面看到的 兩倍 好 譬如說我在雅丁大陸的時候 我砍 蟹人 只要九刀 八刀 可是我在這邊砍 我可能要砍到十八刀 那 龍龜的話也將近要砍到二十刀 大家可以算一下 他每次的這個數 數字不一定 但是基本上 都多蠻多刀的 對 15 16 17 18 19 18 像 20 疼 20 由 1 屬 有人 但 拿來當練功的場地 我覺得也是可以 只要你的這個防禦夠 因為這邊的怪物全部都是物理攻擊 他不會有這個魔法攻擊 所以只要你的防禦夠 進來這裡打怪 而且怪物的這個密度又很夠 像龍龜一隻就三萬多 你可以進來打打看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 他的這個 掉落物是沒有金錢的 他只會拿到經驗值 我們看一下一隻鱷魚的經驗值 是多少 大概都三萬多 一隻鱷魚是三萬一千八百多 比外面的多很多 所以如果要拿來當這個 練功的場地是可以的 他其實如果你以武器好 好一點來說的話 他的攻擊速度 應該說他的攻擊的這個 殺怪的速度會更快 導致說會影響到你經驗值獲取的數量變多 那當然也可以拿來當這個練功的場地 可是對一般玩家來說 你可能像我的防禦只有-93 我可能要帶多一點水 才有辦法掛比較久 這邊的怪物打人其實會痛 當然這邊會痛 大概以我這樣子的能力來說 大概一個小時會耗掉 要300罐左右的紅水 是還可以啦 是還可以啦 只是說來這裡面就不要想要賺錢 賺經驗可以 賺錢就不行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打到的唯一的 應該說有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這個 黑色粉末 有時候他會掉落在地面 可是我們很不巧的 從剛才進來到現在 都沒有打到半分 他的掉落其實不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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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如果說是用在外面 我們在一般在外面打怪的話呢 大概是 綠水吧 可能比綠水還好打一個 綠水其實就沒有什麼的道具嘛 可是他也比較他也蠻難打的 好我們剛才已經撿到一個了 好這裡這裡有 這裡有 我們已經獲取了一個 好那除了 打怪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 他這個每天有一個任務 就是你只要在這個島上 擊殺三百隻怪物 你就可以換取經驗值 可是呢 比較特別的是喔 像我現在我已經打滿三百隻了 然後來換取經驗值 好這時候你會看到一個畫面 他很不一樣 你可以自己選擇喔 三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是 基本的活動經驗值 第三個選項是 你用兩顆或五顆的龍鑽 去換取更多倍率的這個經驗值 好那以這個來說他就是兩倍 中間這個是兩倍 那右邊的話這個是三倍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你要的方案 好 如果對於想要充等的玩家來說的話 他當然 你當然可以這樣子去換 譬如說我用 五顆就是五百個葉子 立刻去獲得兩 2.21%的這個經驗 對於想要充經驗的來說 呃 當然 這個方式會去比較快的 那至於划不划算的 就要看大家 因為 這裡純粹就是獲得經驗 獲得經驗 他不會 呃 因為在這個島上是沒有金錢的嘛 所以你 把大量的這個 葉子 像剛才那邊 這個也是耗葉子嘛 你用這個換等候耗葉子嘛 你用大量的葉子去換這個經驗 呃 他等於一秒 一直都沒有辦法去賺錢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給大家衡量看看 哪一個比較適合 那我們就先換換看這個 隨便換一個好了 我們用最基本的就好了 好 把他換掉 經驗值立刻就補上來了 那這樣子的活動 每天可以打 兩個小時 你常知道每天可以打兩個小時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 追回村 那打完這個 如果你又打到很多這個黑色粉末之後嘛 像我現在在齊岩 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齊岩的這個中間 呃 中央 這邊找到一個NPC 點他 就是他 他可以做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可以拿來換一些箱子 這個應該是食物箱 料理箱 然後龍珠 戰鬥強化卷軸 還有 時間補充食 這個是 一望之 欸剛才那個 隱藏之島的時間補充食 喔 好 那我這邊呢 可能調整一下說法 因為 通常 活動場地他比較不會去做這個 但是也不一定啦 當作沒錯 這個時間補充食 可能只有在活動時候可以用 那之後就會刪除 那之後就會刪除 60幾以上才能用齁 好 那就是可以用這個 時間補充食嗎 那最後一個的話就是 你用50個黑粉末 黑色粉末去換一張 匠師的製作秘笈 好 那我們現在因為 身上也有匠師的製作秘笈 所以我先不買 我們呢 先直接來玩玩看匠師的製作秘笈 可以做什麼 找到一個 一個地方 好險啊 好 那我們現在來使用匠師的製作秘笈 使用方式就一樣是點兩下 把它當到 把這個捲軸當道具用 點兩下之後呢 你會看到一個 視窗跳出來啦 那這個視窗呢 它就是 要合成 譬如說 它現在只能這樣做 一張匠師秘笈 加上15個 它待會兒會合進去 15個黑色粉末 你就可以去合成一些道具 那它這邊就說了喔 你每次合成的時候 要花 一萬 天幣 你才能去抽 待會兒會出現的這些道具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現在 上面這邊是 一九三九五 用下去之後 就掃一萬了 那這時候你什麼都還沒有做喔 就已經先掃一萬了喔 好 那你可以看到 畫面這邊跳出了一些道具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現在用這個組合 然後待會兒我按這個抽獎之後呢 我付三萬天幣 我就有機會去抽到這裡的其中一樣 這裡的其中一樣 那如果要以機率來說呢 當然是越左邊越小 越右邊越大 那最多最多的 都是換到這一個石頭 這個叫做神秘珠子的製作碎片 那五卷嘛 水晶 短劍 這個是 不知道是 藍布 反正是藍布 然後這個是魔王弓 那 你有可能獲取其中一個印象 那如果說 你對這些不滿意的話呢 這裡有一個重置鍵 按下去之後 再花一萬塊 就可以把上面的這些寶物呢 重置 那我們來重置幾次試試看 因為這個實在很貴 它真的很貴 按一次 重置了 惡魔王 這個是 雙手劍嗎 毛 然後 藍布 這可能是隱藏 魔術武器的藍布 是不是 不是 好 然後不管了 再來雷雨之劍 然後後面這個 感覺比較不好 那我們再抽一次 誒 這一次又不一樣了 基本上會有兩個武器 一個是杖 一個是 這邊一定是惡魔 那這裡就不一定 一定是藍 一個紅武 一個藍武 那這邊一定是藍布 那這裡就是 防武卷 最後就是這個 我們再抽抽看好了 這個有點 不好 呃 比比斯魔杖 還有什麼呢 我們再看一下 再抽一次 這一次是 妖精的這個 惡魔王武器 就是 惡魔王弓 魔力軟件 這個是 祝福的 防卷 再抽 這一次運氣就比較 不好一點 但是啊說真的 就算你抽到好東西 待會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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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用到 沒有辦法抽到 還是一樣是 往人 還是一樣是 往人 那這一次就有抽到這個是 惡魔王雙刀 這個是韓服才有的 黑妖出來之後才有的 再抽 這一次是抽到的是 雷雨之劍 好 這樣子大概 大家有個印象了 那 小編把它用到一個 我比較喜歡的 我覺得這個我不行 好 就這個啦 我們來花三萬塊把它抽一抽 因為已經快沒錢了 抽下去 來來來來來 可以要手動按嗎 好 我們來手動按 欸 算個時間 雖然說我覺得他這時候的獎勵應該已經定了 不然我按一下ESC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來囉來囉來囉 看吧 又是這個石頭好啦 不意外 不意外都是他 不意外都是他 好 然後呢 這個石頭啊 他在製作的選項裡面 他一共需要三顆 才可以製作出一個 這個神秘的珠子 所以至少啊 我們現在還少一顆 他居然給我這麼廢的東西 那我只好 來把他買一張 買一張這個 黑 匠師製作秘笈 這次我又買了 好啦 就隨便吧 抽抽抽 就直接抽了 還挺好的吧 又是他 好 很遺憾的呢 我們現在抽到了三顆這個珠子 不過沒關係 我們 剛好可以來製作 好 但是 製作之後呢 好喔 我截個圖 好 那像現在啊 我已經有收集了三顆這個製作碎片 我們可以製作 那我們就直接來製作 製作成功了 這個珠子之後呢 呃 我已經不能幹嘛了 已經不能做什麼用 因為 因為這個 必須要有藍布 他要有藍布之後呢 還可以再做一次的這個抽獎活動 可是小編身上 實在沒有藍布 我看一下我倉庫的沒有 我看一下我倉庫的沒有 我的倉庫應該是沒有 一張都沒有 所以 這個部分 就沒有辦法再 再跟大家介紹 好 他只要跟藍布合成之後 還可以做什麼 做武器 他就是隨機抽出一種 藍色的武器或裝備 他不見得是武器 他可能是裝備也有可能 他會隨機抽一個 藍布加一顆神秘珠子 就會做出來 好 那 這個活動呢 簡單來講 就是這樣 除了 打 這個 上島打一些東西之外呢 就是下來 下來製作這些東西 那 有興趣的當然是可以多參加 可是就是上來就是噴錢噴錢 這樣子 那這顆藍色的珠子 就是 這顆神秘的珠子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用途的 可是 活動之後 因為他這裡沒有寫刪除日期 所以 活動之後他會有他的 額外的這個用途 我們就先把它鎖起來 他也沒有寫刪除日期 所以我們先把它鎖起來 那其他的像這個啊 黑色粉末他就有刪除日期 好 那這一次的這個隱藏之島的活動呢 介紹就到這邊 希望到時候台版推出的時候 大家可以先 看完這部影片呢 對這個活動大概有一個底 就知道說這個活動是在 玩什麼 那也可以知道說怎麼玩 會比較 比較好 比較順手一點 好 那這一次的介紹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歡迎在這個 右下角 幫我們按個 訂閱 或者是按個鈴鐺 按個 加通知 那下次再見囉 掰掰 並且請按個個欣賞 這也是 請在這個影片 按個鈺 更多 訂閱 按個鈴鐺 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